一些美国民众距离美洲大陆 一万三千公里之遥 在星期三这一天 他们投票决定海外代表团 手上的13张选票 应当在本党的代表大会上投给谁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 都在奋力争取投票选举的机会 假如我无视手上这张选票 就等于是树立了坏的榜样 所以我要投票 总共有大约750万 美国公民侨居海外 这个数字比华盛顿州的总人口都要多 要是你在美国国内的家乡注册了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从海外填写选票 送回国 每个州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但是很多州都只允许海外侨民 在总统大选中投票 这样的话 那750万海外侨民 尤其是热衷政治 很在乎下一任总统是谁的那些人 也都觉得有参与感 泰国公民虽然目前不能投票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 但是在超级星期二这一天 在美国驻泰国使馆的活动上 有机会参加模拟美国大选 对于大使本人来说 11月大选结果如何 相关他的仕途 一旦选举完毕 驻所有国家的大使都要递交辞城 因为派谁到哪个国家出任大使 要由下一任总统决定 在那之前 美国驻泰国大使的工作 就是在这个军人掌权 终止了选举的亡国 推崇民主的好处 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 曼谷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